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般不打三波球一旁上 這個動作小心打打下大家會變成這樣 這樣會容易過來 好像很合理 現在打塵式都會這樣 如果打塵式的又會變成這樣 打你對太極這個動作的理解不認識 我好像避了它一樣 但是它在壓著我 我想不到這個動作上來 陽色 太極起色 這些都不說了 說回我們要留意的 三波球 一般如果不打三波球 這樣出 出 那隻手和身體一起彈出去 彈出去 靠到這邊 看右手 然後回來 捧著 抱球 抱球 彈出去 記住了肩要沉 要鬆開它 一般不打三波球 一彈上這個動作小心 重心 打打下大家會變成這樣 這樣移過來 好像很合理 太極 陰陽 虛實 雙重側 這樣轉過來 好像很合理 你自己打很合理 沒問題 我覺得 把重心移過來 重 開 然後又重 然後 現在打塵式 打太極 都會這樣 給我打塵式 打你對於太極這個動作 理解不認識 你的動作上 譬如教練 幫幫幫手 如果我的重心 把重心放在左腳上 押過來 這樣我就會散 雖然我好像避過了這個勢 但我不能夠繼續做下一個勢 但如果我要坐在左腳上 我有些事情要調教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 這個 你整套拳的打法就要改了 如果不是 有另一個選擇 就是我一旁這裡 我一臂就轉了 行不行 這樣打了 所以你的勢也不是上左腳 如果我要上左腳的話 我就要這樣 即是我的重心在右腳 我重心在右腳 我就上左腳了 看到一個問題不同的 就是當他的勢 打過來 我重心在右腳的時候 這個勢 我的人是 看到嗎 我重心會令到他人的法力散了 射了一套力 然後就反擊了 這個是一氣可成 行不行 所以你的勢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轉馬的時候 其實是這樣的 我慢一點再做一個 所以我的勢是 其實是這樣的 看到我的腳 我現在再做一個是這樣的 雖然我是這樣 但他能夠護手 跟著他的手 因為直中帶橫力 我化不了 我要化到他的 我有另一個選擇 就是要這樣 或者是要這樣 我要這樣做多一下 他變成我 就直接出右腳 應該 就不是出左腳 所以這套拳 如果我要出左腳的話 我們就要這樣打 我們要令到整合一致 所以我們就要萬連 就是打他的重心 令到他發不了力 行不行 我們是要整體內外 上下整合一致 掌握控制他的重心 和打擊他的關鍵位置 這些鞋 就算他可以走到 或者他反擊你 這樣就接下一個鞋 我就會產生後面的動作 就是擁著尾 全身配合去做 這個是擁著尾 這裡接單邊